宽古冠 我曉得 我曉得我會走 我們走 看古冠 我們後面朋友跟上了 這邊呢我們參觀的就是韓國關了 前方看到這就是韓國關的關城樓 在這邊我們看它那個方向的是 坐西向東 古代的這個關是控制中原跟西北的咽喉要地了 過去的韓國引東 我們的右手這邊它是關外三東六國 這關引心的是關內秦國 過去的屬於秦的東大門 陝西的邊境當時在這 誰能把這座關就稱作秦韓國關呢 列祥那個關見關時間非常早 就我們現在已經是將近三天多年歷史了 那麼同時間意義上 這座關呀 完全可以號稱第一大秦國關 這個關後來是為楚漢相爭的 楚漢相爺 那麼今天我們參觀這個關 是後來明天二年 楚漢相爺 不過這座關的歷史呢 非常簡訊 壁可攻 壁可守 並加壁可之地 那在高復 我們把這邊的歷史 來簡直看一下 首先我們看到關城正中 有一條河 這條河的稱作 無農劍河 你覺得是荷荒流 這是郭國的一道路 這條河的方園 歷史南邊的岐岐山 海拔兩岐岐岐高 最終匯入本面五公里處的黃河 也就是說在過去 南邊岐岐岐的本面黃河 更過敏 我們在西面 我們標誌來看一下 是一座橫嶺高原 所以這邊是剛好構成了 兩面是深 兩面是水 一道去那邊上 在西面的橫嶺高原上 有一條峽谷可以穿越過去 那這條峽谷 就是古時候去洛陽 到城的眼橫嶺島 跟古城 好 我們到中間土壘上去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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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